哈囉大家好,我是Catherine,花火烙的頻道 那我們今天呢,來繼續玩明星之月3,甜蜜月章 那我們看一下喔,這一週什麼更新了 廣告公司還有全球製片,好知道囉 那我們現在排行程吧,我記得我們生病了 對,所以我們就要就一兩天,還要再來拍我們的廣告 真的超開心喔,我們這樣也只要投稿 好,繼續努力囉,那我們就出發吧 等一下,我們還沒有痊癒喔 等一下我們的,我們的病還沒有痊癒喔 所以兩天還不夠喔 我們生了什麼病啊,這麼嚴重 這樣要住院3天才能痊癒 好吧,我讀齒喔,馬上回來 這次呢,醫院終於我排了3天 希望會痊癒了,太誇張囉 好,看一下到第三天,怎麼樣呢,痊癒了 真的超扯的,我真的感覺啊,她這個甜蜜月章 感覺人物比較容易生病 而且生病之後啊,要就醫這麼多天才能夠康復啊 跟之前不太一樣 好,有什麼廣告嗎?給我們接一下 女性,啊,這個差有點多啊 好,這個大概接不到了,可惜 沒關係,我們去另外一間廣告公司開一趟囉 喔,學長來了,學長覺得辛苦了 學長,你為什麼在這裡 我當然是來跟蹤你的,喔不是 我當然是來替你再偷打氣的 終於這次進入演藝圈,有了一份可以列入紀錄的工作 可喜可賀 這是你生平第一次工作 應該還沒有習慣這裡的工作步調吧 嗯,還在魔索中 正在魔索中,雖然還沒有非常習慣 但大家都對我非常好,很包容我 過一段時間之後,應該就可以上手了 哇,好友在這喔 隱隱的聰明伶俐,上校新環境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我對你也有信心 學長老是誇我聰明,如果不好好努力 沒有令人驟傲的成績出來的話 別人一定會笑我的 問了學長,我會繼續加油 哇,我們成武怎麼也開始掌畫曖昧了 我今天感覺喔,學長跟成武兩個人 掌畫有種,常常在互相挑情的感覺喔 學問了我嗎?聽了就讓人開心 也許你只是隨口說說,哄學長很開心 不過我可會當真喔,又臉紅了,學不了 學長在拍一些廣告受到許多觀眾的喜愛 我也不可以認輸,要向學長看齊 說得好,我期待你的表現 這是一個開始以後繼續努力喔 學長還來加油啊,感覺還不錯 今天覺得他們兩人對話非常曖昧喔 原本只是學長曖昧,下面我們成武都曖昧起來啦 怎麼回事 好,看一下喔,有沒有可以接的呢 女性 哇,不行了,可惜 我們名氣差100多,這個接不到囉 好吧,算囉 那我們等一下去電影公司看一下 哇,學長怎麼又來了 學長,你根本是跟蹤我們成武吧 我剛從圖書館回來 累累了以前聽點書想快點回家去睡覺 讓你還過來這裡 雖然現在只是下期堂課要修 還是有許多考校應付 為了快點畢業,不努力不行了 學長終於要畢業了嗎? 什麼叫終於? A點以上 為什麼我們成武比學長提早畢業啊 怎麼回事 這句話真叫人傷心 不過因為是從你嘴巴說出來的 我可以原諒 當你出現在我面前的時候 我還把你當做一個需要照顧的小妹妹看待 也跟其他人一樣 認為你大概是靠著扎士才能在國外跳級就讀 喔,原來我們跳級喔 這麼長 沒想到你花了比任何人都要短的時間就畢業了 頭也不回地離開 我現在有一種即將被你超越的預感 學長不會輸的 學長不會輸的 雖然我對自己很有信心 但我也不會認為學長會輸給我 原來我們成武這麼聰明啊 超慘的 我相信學長的實力 好友在家 聽你這麼說我要六根沉重了一點 如果今年又逼不了業 我在你心中的形象 不就徹底摧毀了吧 沒這麼嚴重吧 可以畢業的 好,我知道了 我會好好努力 回應你對我的信任 我絕對不會做任何事情 來傷害可愛學妹的心 夠了 每天挑心 學長真的超會的 然後臉紅 學長總是這樣 不是靠我可愛 吃滿口甜言蜜語 真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 直接是真心的讚美 還是客套話 雖然總是微笑著 總是對我很好 但學長的心思 總是讓我摸不透 其實我覺得啊 學長應該是對我們成武有意思吧 感覺是有意思啊 現在你要回家了嗎 嗯,學長再見 再見 對啊我覺得還蠻明顯是有意思吧 金心掌 都是芳若喜 啊,這禮拜六 我們去做義工喔 欸,不能做了 好吧,算了 那我們去全球試片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可以接的呢 女主角 女主角 哇,這個女主角其實沒有說 很難接了 可是我名氣不夠 女配角呢 女配角需要的名氣更大 這個是什麼 什麼設定啊 好,算了,沒關係 這個名氣差太多 不太可能 好,那我們走囉 威亞 威亞啊 學習的工作結束了嗎 辛苦了 嗯,謝謝 威亞,你最近好像沒有工作 為了準備考試 我提早跟經濟公司解約 喔,打算將精力好好的花在學業上面 她解約了 所以她可以加入我們了嗎 威亞就是一科業奪過演藝圈的工作嗎 我看過威亞寫的腳本 許多戲劇技術人都誇獎 你是不可多的人才 我,因為父母不喜歡做這些事情 所以 好像很多難以言之隱 其實我還蠻喜歡威亞這角色 我感覺她有種 想要讓人疼愛的感覺嗎 等考完大學之後 威亞就會成為演藝圈對不對 我連考不考上都沒有自信 成為演藝圈的事情 對我來說太遙遠了 我真的考上理想學校嗎 不要氣餒,一定可以的 威亞不要氣餒 在結果出來之前 任何人都會最近產生懷疑 單腳堅定的往前進 究竟能夠看到美好結局 學姐的勇氣給了我力量 我會回去好好努力 謝謝學姐 加油 兩人又臉紅了 啊,我們成武根本就是少男殺手啊 說不了 有什麼 換機大拍賣 大拍賣 我們可以去哪裡拍賣嗎 好,那我們今天去哪邊玩 我們去日光看一下好了 因為我有點忘記 那個需要的 數值是多少 感覺沒有過很久 可是忘記了 好,我看一下喔 這個是 各一兩百 一泰兩百七 名氣一六五 啊,這個來不及了 明天就更新囉 好吧,算了 那我們走吧 怎麼又有電話 誰打來的啊 喔,蘇曼君 怎麼了 今晨五,我是曼君 從上個星期開始 每週六有我們支援牌的活動 要請醫院探訪老人 我們又要抓那個來電達領了嗎 沒有,就是換錢修行不好 太好笑了 我已經義務性拆打過活動了 不要怪我啊,曼君 花哥哥來了 我來看看你的工作狀況還好嗎 哥,你怎麼會來這裡 小櫻花季節又到了 想知道你今年有沒有任何計劃 今年一直沉浸在工作當中 沒有發現季節已經悄悄轉換了 聽到哥哥這樣說才發現 居然已經是櫻花綻放季節 去年阿宇在我邀請之下 跟我和哥哥一起前往日本 原來如此啊 後來我才知道 他是為了讓自己遠離克雷斯 才可以拉開距離 這個我們知道 當初我們的 男版金城武 找他叫了超久 假期結束之後 阿宇回來面對克雷斯 這是自己的心情 對,所以後來他們在一起了 就算是身份選屬的戀愛 一定也會有沒案的結局 我一直都沒相信著 到底有沒有聽到我說話 在做白日夢嗎 在想阿宇 沒事,我只想起去年跟阿宇一起去度假的事情 要不要放下工作到日本賞音 我很期待跟妹妹在一起度過美好假期 好啊 那我們去啊 我會在日本停留個星期 想來找我的話就過來一趟吧 想來陪哥哥嗎 當然會去 什麼時候可以去呢 好,這個星期嗎 是馬上就開始嗎 還是怎樣 這麼誇張 去年你說同樣的話 結果帶一整批步驟去日本一邊賞壞一邊開會 被你拆穿真相了 果然如此,今年也不例外嗎 我會在東京等你 我會盡快過去 喔,所以我要自己過去喔 阿宇也來了 嗨,最近好嗎 怎麼了,你也想去日本嗎 天氣變暖了,讓你感覺到春天的到來 如果有空,添購一套村莊嗎 我們要怎麼添購村莊 不懂得配合季節穿衣服的話影響健康 連來工作也會不順利 所以要跟著季節換衣服嗎 而且衣服也是催化戀情的重要關鍵 在跟藝人約會時穿上適當衣服 一定更能展現自己的魅力 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心情會變得愉快吧 這個倒是真的 約會嗎,現在還沒有想那麼多 希望現在工作上有成績,不過會試試看 我們能跟誰約會啊,完全沒有人在這裡 可是衣服,是因為沒什麼衣服 好,那我們來拍清晨喔 這個星期,我們是不是要去日本找哥哥啊 那我們,廣告先拍完嗎 好,這樣,廣告拍完之後呢 我們去日本找哥哥吧 好,這樣囉 我們先補做其他事情 這樣子 呃,唱片公司換新公告 好,如果有空的話我們去唱片公司逛一下囉 雖然說感覺 唱片公司能夠接到的機會還是很低 因為我們其實沒有什麼了,練到隔壁了 其實啊,去找哥哥刷幾天啊 是小哥哥刷這麼多天嗎 也許不需要 好,這樣好了,我們改變策略 我們先拍廣告,然後再次有活動囉 然後我們再... 我們訓練兩天嗎 訓練兩天好了,我們練一下隔壁 隔壁真的有點低 其實我覺得名氣也是...名氣是最難提升的喔 嗯... 好,我們先練隔壁好了 因為我還蠻想讓他同時會拍戲、會唱歌 我們先練音感發聲 好,這樣喔 好,這樣子 希望來得去日本找哥哥了 希望 那我們走吧 我們先去看一下唱片公司 日月光 如果說沒有差很多的話,我們可以努力 看能不能夠在下次通告更新之前呢 先...先把它提升上去 這個,哇,隔壁275 其實這感覺有機會喔 因為名氣夠 然後隔壁呢,差... 差160是有點多啦 可是用了一個月時間 如果說一次增加10點的話 其實可以了 兩百七十五隔壁 明氣一百五 可是明氣我們這支廣告拍完之後 應該會提升一些吧 好,這個看看吧 感覺還是有點困難 可是可以試一下 那我們去EMI看一下喔 感覺啊,EMI的通告難度好像比日光 出現難的機率比較高啊 有感覺喔 對啊,這就是三顆星 今天值得EMI的難度比較高一點 那我們也去二樓逛一下囉 沒有什麼特殊人 好吧,那我們走囉 哇,下次名氣增加,太好了 哇,學長 根本形影不離跟著我們成武啊 這個太明顯了啦 太明顯 根本就是喜歡我們成武吧 恭喜,進入演藝圈的第一份工作順利完成了 學長,你的消息還真靈通 真的,靈通倒有點可怕 感覺好沒有隱私啊 關於你的事情 我可是都知道得很清楚喔 真的,毛毛的 謝謝學長的關心 我們到街上走一走 聊一下彼此的境況吧 好啊 又是這條街 自從你離開學校之後 學校好像少了一些什麼 害我臉到學校念書都失去興趣了 學長是你太會了 不可以喔 學長因為去年發生意外結果言筆 今天可不能再有意外了 發生什麼意外喔 據我所知 演藝圈中許多人都在期待學長出道 成為精進的藝人 我對演藝圈的事情不熟 就算交往演藝圈 一切也要從頭學習過 唸了十幾年的書 結果開始工作又得不停的訓練 想想間辛苦 其實不管什麼工作都是吧 都是要不停的學習 不停的接收新的知識 學長絕對不是一個怕辛苦的人 就算嘴巴上喊死辛苦 一定會把事情做到最好為止 說了就沒肯定 你覺得你很了解我嗎 嗯 我們了解學長嗎 其實我覺得不太了解 還是要了解 好吧假裝了解 我當然了解 我如果排在第二 就不會有人排第一 你說說看得到這什麼 我知道學長喜歡在下雨的時候就去散步 知道學長喜歡聽爵士樂 喜歡每次喝咖啡的時候不加糖 哇 什麼了 如果碰到討厭的事情 會皺一下眉頭 然後眯起眼睛微笑 好了好了 我相信你真的很了解我了 很高興你也決定要進入雨林圈 讓我接下來的日子都不會感到寂寞 學長 等我手邊的事情告一段落後 我就要決定經濟公司了 雖然一直想要在你的身邊跟你一起努力 不過很遺憾的 至今為止沒有上網提出要約的公司 只有CG二世 什麼 學長是不是想罵我做事不激情 不我是在埋怨你的忽略 身邊雖然一直圍繞著許多女孩子 但也只有你對我若即若離 總是笑著靠過來 卻忽然消失在我面前 學長說的應該是自己吧 話都說到這麼明白了 還不懂我的心意嗎 真是一個傻學妹 我就送到這裡 接下來的陸你自己回去吧 下次見 我真感覺啊 學長跟我們前五真的有種 該不會他們從以前學生時代就互相暗戀了吧 學長難道是在暗示我嗎 有那種感覺啊 非常有 好那我們今天去哪邊呢 我們今天去買東西吧 啊我們星期六要去醫院對不對 我們要去志工 對對對 好那明天我們先去日本喔 去找哥哥 超完美加十點 好我們去坐飛機 喔不能出去喔 這幾天有重要行程還是不要出過吧 喔不用來如此 好吧那我們去買東西喔 大雨啤酒 陰影灘 啤酒也是好東西 感同告涼拌 而且喝了不會有後遺陣 遊戲裡了啦 不會解了什麼材質啊 越喝越笨那一類的 好那我們今天可以出過了嗎 今天應該可以了吧 我們去找哥哥 東京 哇等一下星明沙舍 他為什麼在這裡 星明小姐願意接受我的款待 我感到十分的榮幸 謝謝你的邀請 這裡的風景讓人心跨神移 本來只行巡迴影槍會的疲累 現在已經一掃而空了 哇看到沙舍 別客氣 把這裡當自己家一樣吧 我知會過聖眼 他統一讓你在我的度假 別去住幾天 放鬆一下 聖眼先生 我也很感謝他的體貼 直到我的體力已經到達極限 特地幫我安排這次的度假 謝謝 要說謝謝就是跟本人說吧 聖眼現在正在趕過來的路上 聖眼也要來喔 我之後去門口迎接他 哥 沙穴怎麼來了 沙穴表示吃醋 怎麼現在才來 已經用最快時間趕到了 哇我們沙穴已經吃醋了 本來以為可以跟哥哥獨處 只有哥哥還是要了女伴 而且還是心明沙水 心明沙水比我重要嗎 哇 生氣了嗎 我沒有生氣 只是有點失望而已 哥哥剛剛還微笑啊 別像個小孩子一樣 財貌出售 現在已經是國際上炙手可熱的明星 你要向他好好學習 我特地邀請他 就是希望讓你跟他有所交流 增長自己的演藝圈知識 哥哥是為了我 要好好努力 我相信你知道嗎 哇 原來哥哥是為了我們呢 一定要在度假的時候打擊我的星星嗎 哥哥就是這麼壞行 其實我覺得也不算打擊星星吧 如果可以跟心明沙水交朋友 感覺是非常榮幸啊 現在我只是新人而已 當然比不上已經出道老年的心明沙水 他外貌出色 由日本唱片公司的圈腰 於瞬間就已經超越了許多同級的歌手 開始舉辦起國際巡迴演唱會 超厲害的 越想越沮喪 我要到什麼時候才會舉辦巡迴演唱會的那天呢 沒關係 啊 怎麼了 小心 哇 這是誰 陳仲萱 啊 怎麼回事 哇 好美喔 這個是哪位 長得非常的 很OL風 很上班族風格 不是OL啦 人家不是Lady 歐曼嗎 好 在我面前去張斯維陰居的臉 美容嚴肅 眼神冰冷 他是哥哥的朋友嗎 從來不知道哥哥身旁有這樣一個外貌出眾的男人 你還要盯著我看多久 你還要盯著我看多久 雖然我不介意 但是周遭 他聲音也好耳熟喔 感覺他哪邊聽過 對不起 因為看得太過專注 我常也忘記我還靠在這個男人身上 旁邊還有許多珠希的眼光 哇 這麼好 實在太丟人了 他長得真的非常的辦公室風格啊 那個衣服也是啊 然後髮型也是 超級辦公室風格 還好沒事的 嗯不 是我不好 應該不是他的錯吧 對不起是我不好 我在想事情 所以沒有看到你在那裡 我好微笑囉 沒有錯 沒有馬上阻止你的腳步 你沒受傷吧 沒有吧 應該沒有那麼容易受傷吧 沒有 哇 哥哥來了 發生什麼事情 武 仲宣 這個人哥哥認識 武 這是我的手下 他的手下 叫做陳仲宣 陳這個名字非常的稀有啊 哥哥的手下嗎 我這次特地叫上他一起來度假 順便引進給你 為什麼要引進給我們 仲宣是我得力的左右手 我打算派他去你公司幫忙 你應該不會拒絕吧 好啊 還不錯啊 看著也蠻舒服 希望大小姐給我一個機會 你現在沒有秘書 多一個人在身邊幫忙你處理所事也是必要的 哇 我們要管家了嗎 哥哥是想派一個人在我身邊監視我嗎 吳 你太多心了喔 哥哥掀氣了喔 我會回去考慮看看 吳 我好心推薦給你 還這麼拖拖拉拉 要哥哥把面子往哪放 現在最重要的是簽下一個讓公司快速發展的一人 至於多餘的員工我還沒有考慮過 這麼驕傲 真打算一個人獨立支撐公司 沒關係 雖然公司只有我一個人 我也會讓公司成為國際知名的經紀公司 我期待你的表現 哥哥感覺是那種刀字口鬥無心啊 又偷偷微笑 仲萱 珍報就讓你白跑一趟 所以我不能請他了嗎 沒關係 有點可惜啊 我叫人把才能擺設好了 一起過來賞花吧 對不起 並不是我不相信你的能力 我只是想完全脫離哥哥的掌控 所以 不想他來監視我了嗎 沒關係 大小姐並不需要對我解釋這些 哥哥派你來幫我的忙 你對演藝圈有了解嗎 略之一二 以前曾經接觸過 我還看不出來啊 她也接觸過演藝圈 我看你的外型不錯 乾脆別當秘書 來CG2是當藝人好了 這個主意還不錯啊 大小姐別開玩笑了 我是認真的 為什麼要生氣 總經理還在等我們 我們過去吧 她現在毀避我的問題吧 她不想當藝人嗎 好 那我們回去囉 啊 可惜 我們錯過醫院置功了 好 沒關係 下星期吧 我們去逛街買東西 大禹啤酒 怎麼賣東西都一樣啊 好 那我們繼續往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這影片 如果喜歡 請按一個讚 分享 留言 還有 別忘記訂閱 吃的最新消息喔 感謝收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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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